原标题 原标题娱乐博主一里晒出李小路动图一个简单的手势 是引来网友的骂声导读 娱乐博主一里晒出李小路动图一个简单的手势 是引来网友的骂声说起李小路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前段时间 正是因为夜宿门的事件 让他和贾乃亮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对象 但是本来以为事情过去了 但是随着李宇童的喊话 再次把李小路和贾乃亮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开始出现李小路弄头发事情的时候 贾乃亮还是极力维护李小路的 但是到了上次网友在热议的时候 贾乃亮就变成说一个人也过得挺好的了 最开始认识李小路是因为一部电视剧 名字叫都是天使惹的货 那个时候的李小路还很清纯 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好看 但是贵在很有辨识度与任全搭档 更是圈粉了无数人 李小路在里面饰演了一个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有点二的小护士 在与任全的日常吵吵闹闹闹中 擦出了爱的火花李小路 也是凭借这部电视剧一夜成名 红遍了大江南北当年李小路在贾乃亮还是个矛头小子的时候嫁给了他 而贾乃亮正是疯狂的对李小路展开追求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确实让很多人感动 包括结婚之后有了小甜心 他们的爱情故事 仍是娱乐圈里面的楷模 成为人人羡慕的样子 但是好景不长 后面偏偏出现了夜宿门这件事 让原本完美的家庭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在流言蜚语最多的时候 李小路方面也是没有怎么出来回应 本来大家都以为这是在默认 无话可说的 但是李小路却在悄悄地打官司 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名誉权 最后所有的案子都是以李小路方面胜诉结局 不得不说李小路还是比较高明的 不选择跟流言方面直接变白 而是选择这种具备公信力的方式来维权 算是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不过事情怎么说也是李小路方面引起的 而贾乃亮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躺枪的人 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贾乃亮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 也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原本的贾乃亮是一个很阳光甚至有点二的人 经常在节目上坑女儿 好在最近一段时间 贾乃亮似乎找回了以前的状态 整个人也变得阳光了许多 近日有知名娱乐博主 晒出了一张李小路的动图图片中 李小路似乎在棚拍 他穿着紧身红色无袖裙 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性感 虽然已经37岁奔四的人了 但是身材还这般好着实令人羡慕 一开始 李小路像是在祝福大家新年好的样子 但是转瞬间 却变成了另一种风格 是嘻哈里面常见的首饰 但是恰恰因为这个首饰引来了网友的骂声 大家都知道 李小路是非常喜欢嘻哈风格的 所以之前才会跟嘻哈歌手有联系 而且之前没有出现那当子事情的时候 李小路跟贾乃亮还同台表演过 整个表演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嘻哈说唱 本来李小路喜欢嘻哈 所以在拍摄的间隙 用这种常见的手势 搞搞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巧就巧在夜宿门那件事 正是与嘻哈歌手有关该博主的认证 是李小路的小跟班 在这个时候放出李小路的这种动图 也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 稍微想一想都知道 肯定会给李小路招黑的 不过尽管李小路的各种名誉侵权事件都胜诉了 但是网友们似乎还停留在当年的事情中 甚至有人觉得李小路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应该庄重一点 你们觉得呢 原创作品抄袭必究 Vielen Dank